我想睡覺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專案其實是在臨時小學校下面的AI Grant的一個計畫之一 那我們其實從7月初開始動工到現在已經累積了1000多題的題目 那題目的範圍從國小到高中的公民社會歷史跟台灣文學 我們都有收集到然後並且由老師去提供題目的想答跟 reason 那這個資料到時候我們會再繼續把題目往上衝數量 這樣子才可以對才可以做到我們想要做到影響 那早上記得大家記得我問過一題是那個颱風金馬為什麼是一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查到答案 然後想要請提出這個問題的老師跟大家解答一下 為什麼颱風金馬是一題的 好 那個先講一下颱風金馬如何成為一題 這個是108課綱歷史科的一個條目 要學兩個禮拜的 然後那那個對 它也是歷史課課綱唯一的問題 可是老師這樣歷史應該每一題都是問題才對 要不然你怎麼會有興趣知道什麼王恩寺變了什麼嗎 該你什麼 該你柯式 我最近才學會可以這樣可以講不要有長子的話 對 那為什麼颱風金馬成為一題 颱風金馬很重要 因為是它是我們 我們縣討 絕大多數人拿的身分證跟護照都跟我一樣 絕大多數 然後那它是我們唯一參加聯合國下的組織的正式官方名稱 叫臺同金馬英文寫成TPKM 所以年輕人在佔華獨跟台獨亂佔 只有TPKM獨立的問題跟台獨問題沒有華獨 這是如何成為一題 我先給大家一個時間 1958年8月23號 就所謂的823炮戰 終於確認了中華民國這個政府實質統治的只有臺灣島 澎湖群島 金門列島跟馬祖群島 確定了這個他的統治只有這樣 他統治不表示他有主權的喔 因為臺灣跟澎湖的主權從來都不屬於中華民國 從來都不屬於 昨天還有我的功名老師的同事問我說 為什麼請查Google看點手機拿出來 中日台北合約第10條 看得懂的跟我講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講說 中華民國擁有臺灣的主權 你就問他你知不知道 中日合約第10條 如果中日合約他講不出來 即便他是國使館館長都不要理他 知道嗎 因為那個國使館館長叫林滿猴 不好意思也是我的老師 但是他的專長是經濟師 他不小心做到馬英九的國使館館長之後 只好去幫忙做背書 所以這一題其實就告訴你 臺灣歷史跟政治密切相關 你無法迴避 你迴避歷史 臺灣史會念不好 你無法 你念不好臺灣史 你做了很多政治判斷恐怕都會有問題 所以剛剛很多年紀人 突然發現今天來怎麼都臺派 對啊 臺派比較聰明 會有問題 今天請讓我慢動一點老人的權威 我赫然發現我是今天全場最老的人 我不願意accept這個事實 但是我可以recognize的這個事實 就跟美國跟中國簽的所有的協定跟公報一樣 我沒有接受他 但是我知我可以認知這個事實 好 那我說那個我認知我到 我是這個現場最老的 那我多年來在高中混 在教育 高中教育的廣章混當中 我剛剛很高興 我看到現場有三個當年十年 九年前反課綱的學生 那個彭晨在哪裡 我聽到你的名字 但是你還沒有來給我祥願 年紀長大了 不一樣了 其實我一則宜喜一則宜 這些年輕人這樣來做這個的時候 以後你會注定賺比較少 知道嗎 錢比較少 第二個一則宜喜是 真的很棒 當你的運動是有意義的 明年快十周年 好 所以我們這一題裡面很多 我們歡迎很多年輕人 都對我們問問題 很多問題的答案在歷史裡面可以分析 好 OK 謝謝 謝謝老師 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開計時了 然後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我要指光怎麼去開計時 那些電腦要採接這個人 電腦要採接這個人